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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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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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援 承认 武思贤哪 你为何不告童玉贵了 是否有人威胁于你呀 张富太 你可不能这样诱导口供啊 没有人威胁我 张大人 我的事你就不要再管了好不好 一切都是声援自作自受 我认了 大人 我真的不告了 法无戏言 武思贤 童玉贵是有功名的人 一告他就犯了诬告之罪 来人 在 把武思贤抓起来 关入大牢另行问罪 福太大人 将诬告犯武思贤收监候审 你有什么意义吗 二位大人 暗大清律 诬告有功名之人 最当收监 可武思贤他是另有隐情啊 武思贤哪 你可不要一失足而成千古恨 你怎么可能 你做的 武思贤 我会很难 尽管 你也不得到 你不得到 你不得到 来啊 把五四贤给我带下去 是 走 爹 你怎么了 老爷 你没事吧 爹 跟你说话呀 爹 已经跟你说过了 四贤啊 只是暂时被官府收监后审 就像上回一样 关不了几天就会放回来的 你们别担心啊 老爷 都是奴婢的错 不应该去找张大人 都是奴婢惹的祸 老天爷 老天爷呀 你长没长眼睛 你为什么不让我的儿子越过龙门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 老爷 爹 老爷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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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让我看你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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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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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事都是我经手办的 我会不知道吗 那 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知道的 告诉钦差大人 说不定还会落个从轻发落呢 我都想告诉 谁听我的 我跟你说吧 那个佟一贵后台硬着呢 要不别人都倒了就他不倒 我说了也白说 弄不好我今儿说了 明儿就得拉出去砍头 还不如不说 我还能多活两天 告有罪 不告也有罪 看来这世上真没说理的地方了 理 我说兄弟啊 这官府衙门哪有说理的地方 我告诉你什么是理吧 钱就是理 权就是理 有了这两样你就有理 没这两样你就没理 这一回你明白了吧 看来你说得不错 当年我李奇 也曾多次参加科考 可屡考不中 就是因为没给考官使银子 要说我李奇的才学 可不比别人差 可是呢 混来混去 只混个秀才 再也混不上去了 他妈的 从那个时候起 我早看透了 这个世道是有钱人的世道 要么当官要么掌权 所以啊 我就投靠了知府大人 给他当了个师爷 可是好景不长啊 张国行来了 他把巡抚大人给挤走了 我他妈成丧家之犬了 我本以为凭我的才气 在新日巡抚那儿 继续混个师爷 那是不成问题的 你说 现在哪个巡抚总督 那不养几个家人哪 再说我李奇人称至多兴 在江宁没有办不成的事 他巡抚大人 没有理由不请我呀 可这张国行哪 他别说是请师爷了 就是他的家眷加在一块 也就那么两三个人 住的那破房子 还不如一个普通圆外的好呢 整个人又穷光蛋 就连他吃的粮食 都要从老家运来 这种穷的叮当响的巡抚 天下就这么一个吧 他请得起师爷吗 我想给他当师爷 可他连剑都不见我 从那个时候起 我就开始恨张国行 能把张国行从江宁赶出去 那是我最高兴的事了 我他妈是看透了 什么都是假的 只有银子是真的 可是 有人却不让我挣银子 这个人就是张国行 他抓可考案 那真是狗咬虽把不松口 生生断了我的财路 我意识到 我离其最大的敌人 就是张国行 我发誓 要把他搞垮搞臭 把他赶出江宁 老爷 吃药了 吃药了吃药了啊 听药没听到 跟你说吃药了 听药没听到 你说你啊 这饭也不吃 水也不喝 药也不动 这跟谁熬起呢 好 你不喝呀 我喝 也别说 你不喝 一个人 他怎么喝 你别说 一旦 两个人 这连胡须都长出来了 兴许连个娃也生不了了 瞧你说的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生什么娃呀 暮秋节瓜老来得子 也是常有的事啊 夫人以前不能生育 不见得以后也不能生育吧 兴许是枯木逢春 没开二年 耳朵也没可知啊 你看你 说着说着又没正形了 吃药 遵命 我说老爷呀 你这心情不好 待在家里 胳膊腿都有了毛病 你就应该好 来 给 你这病根啊 是不是就在这案子上 哎呀 至过这夫人也 武思贤今儿突然改口 不敢再告童于贵 必定是事数有因 这清澈大人沐河伦 却向不料料之曹操收场 哎呀 我眼看着他们把武思贤抓进大牢 我一个堂堂的巡谱 眼睁睁地瞧着却无能没力呀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一个小小的地方巡谱 事单力薄故障难鸣 最好的办法呀 就是见好就收 抽身早退啊 那你决定 不再往下查了 哎呀 我倒是想查 可能查得下去吗 第一任清澈张鹏和 素以办案公正联名而组成 本以为他能大刀阔斧地 一举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处 其料他突然半路退缩 只想着稀释名人 第二任清差木和伦张庭书 出到江宁是何等的威风啊 严查之下 是本案大有进展 抓李奇 挖之主 顺藤摸瓜 捎带出政府着考官和阅卷官 新科举子富士九名 竟然有四名 是因为行贿而榜上有名 所惠龙金 竟大一千五百两之巨 这么一桩大案 若是背后没有高官撑腰 他臣之府 有几个胆子敢涉及其中啊 二位秦差本应 乘上追击 一鼓作气 挖到总根子 是本来要贩无一楼啊 可没想到二位秦差是雷声大一点小 网住小夏放过大一 他们明明知道 那陈之府背后有高人 那余下的一千多两黄金 一定送到那高人手里 可二位秦差大人就是给你装糊涂 来个就此打住 叫你进退棍子 这些涨草的律师 好啊 你这你把我也是 一心愿意 走 一心愿意 不愿意 在这心处 也不愿意 它出了 以后 一心愿意 这人 也不愿意 至少 为你 一心愿意 来个府邸抽薪 令五公子三奸其口 还反作一个诬陷罪下的大狱 我要是接着往下查 他们很可能对我瞎毒手 这帮亲寿不如的东西 他们什么丧事 咱们做不出来呀 老爷 既然你把局势看得这么透彻 那就不要自寻烦恼了 这事 咱不管了 好不好 我若撒手 当然是万事皆休 可我总觉得 杀父王恩 吓对不住江南的 阴阴雪子 可是你已经尽力了 你再往下做的话 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大家会体谅你的 真的 夫人的意思 是叫我就此把手 我是想 和你安安稳稳地 过几天日子 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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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 想要 我 他 有 是 我 要 你 大人这几天 可是每天都给皇上写一道秘者 是啊 这样 皇上虽然没有御驾江宁 可对江宁的情况 就可以了解得一清二楚 嘎之台一直怀疑是张国行 给皇上写的秘者 如果他要知道 是大人您给皇上写的秘者 他一定非把鼻子给气歪了不可 为了保住嘎大人的鼻子 那咱们还是不说为好啊 寻抚张国行那边情况怎么样 张大人今天受了重创 情绪不高 有一点一蹶不振的样子 难道他要就此罢手吗 他是感觉心晦意冷了 今天这一闹 他的老毛病又犯了 他的夫人正在家里给他熬药 这个时候他可不能倒下去啊 如果没有他 这个案子就会不了了之 咱们的大案 也就查不下去啊 大人的意思是 去给张普台打打气 鼓鼓劲儿 这个时候呢 我得去给他扇扇风 把他心里的那股火给拱起来 没有他 我在江宁那是孤掌难鸣啊 念神 你马上请他 到秦淮酒楼聚聚 是 大人 来 被爷爷咋头 来 被爷爷咋头 来 被爷爷咋头 小仙兄 来来来 曹兄 我还以为小仙不肯给我面子呢 看来啊 只有我曹寅能够请得动你啊 您就是不请我来 我也会登门找您的呀 我也会登门找您的呀 小仙找我有什么事吗 难以启齿 我来 难以启齿啊 对你张伯行来说 最难的是 就莫过于求人哪 是不是碰到什么难处 有求于我呀 曹兄啊 实不相瞒啊 前些天夫人从老家回来 运回来的米面干菜 在路上被盗杯打劫走了 不会是家里借不开锅了吧 正是 想 想跟曹兄借几两银子 正愁张不开嘴呢 哎 这天下人谁会想到 这堂堂的熏府家里 也会揭不开锅呀 我经常是银吃卯粮啊 不提了不提了 以后不要再提了 明天我就让管家送过去五十两 够不够用啊 不不不不 三五两个就够了 借多了在下还不起呀 嘿小贤哪 我算是服你喽 来 来 来来咱们哪 先喝上一杯 啊 看 唐宣 才是 你先喝下 你咱们喝下 你不还 不得一杯 来 你放下 还你咱们呢 对 你自己相信 曹兄啊 您今儿真的是 请 当然是啊 来来来 来 来 沐大人辛苦 扎某敬一杯 我是奉皇命办皇差的 就算是辛苦一点 也是应该的 请 请 扎某敬一杯 请 您可千万动静不要太大 这个事让张府太知道了 一个折子坐到皇上那儿 那我们可就要倒大霉了 大人 您的那桩江南粮仓大营一案 张伯行手头可是掌握了有力证据啊 真的 真的 我在张伯行的巡护衙门里见过这些材料 如果他把这些东西捅到皇上那儿 那呀 皇上肯定会龙颜大怒 这样 杂大人的前途可就堪威了 所以我一直跟你说 不要和他把关系搞得太僵 这个人哪 咱们都得罪不起呀 看来 我要栽到张伯行手里了 前几天从宫里传来消息 说江宁皇上有眼线 密折不断 所以 江宁有什么消息 皇上马上就会知道 那这个人是谁 张伯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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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喝上一杯 好 小钱啊 我想 你在江宁市孤长难鸣啊 两位钦差 那是各有心事 所以在下之意 如果你不愿意放弃 不妨 先离开江宁 离开江宁 对 离开江宁 直奔京城 面见皇上 将江南之事 详细禀报皇上 还有粮仓大营的案子 把你掌握的全部证据 请皇上仔细地过目 只有这样 才能搬到嘎吕 将科考弊案 彻底弄清 这倒也不失为一个办法呀 事不宜迟 需要尽早做出决断 如果需要盘缠 于兄我愿意无偿资助 此事 容我回家想想再说吧 陈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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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上哪儿去啊 我去哪儿你管得着吗 还在生我的气啊 不都给你赔礼道歉了吗 你还怎么着啊 你以为认错就完了 那 那你说怎么着 你以后少烦我就行了 去哪儿 Fairy 陈梅 管夫指导说在挤答你 你怎么到这儿了 立即驾 为什么被管夫给查封了 陈大人 到底怎么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 出大事了 他们俩都被抓了 这不是九六之地 走 少奶奶 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是少爷放出来了 不是 是张大人正准备到京城告与状去 只要张大人能告赢 少爷不就放出来了吗 你说这不是好消息吗 是好消息 刚才说张伯行要到京城 准备再告本都的预装 是是 是那个姓卓的秀才亲口对我说的 姓卓 这个人可靠吗 可靠 他是从给张伯行家里做饭的那个小丫鬟 叫春梅的嘴里听来的 是 如果张伯行到了京城 大人的意思是 此人不能再留 若留下此人 必成为本都的克星 杀了他 杀了他 大人 您不是说 不到最后关头 且不可再杀吗 再说 你懂个屁 是是 如果张伯行到了京城 皇上就会看到 梁仓大营的那些证据 到那个时候本都就完了 现在就是关键时刻 大人 即便要杀了他 也不能派咱们的人去 有什么办法 可以借到杀人 借谁的刀 现在正好有一个人在我们手里 谁啊 李七换扬的一个杀手 是陈天丽派到李七身边的人 你是说 卢勇 老姐姐何不多住几天 我是不放心家里啊 家里还有什么事 让你牵挂呢 还不是贱子 他不争气 他呀 实实地让我操心呢 嘎里啊 身为两江总督做官多年 什么事情都能拿得起放得下 你何苦为他担心呢 家里的事啊 你不知道 我也不好向你多说什么 好 既然老姐姐一定要回去 那我也就不挽留了 路上 你没有想法 他想要 可以 找手 还是 请 好 师爷 这是五百两 这 这回皇上要是罢了我的官 我带你上哪儿去呀 要是你的乌纱帽真的被摘了 那咱们就回乡下老家去 种上几米地 够咱们吃就行了 再养些鸡鸭鹅 多有情趣呀 龟隐山林落在其中啊 只怕你放心不下朝廷的事 待不住啊 只要有夫人在身边 我到哪儿都能待得住 那如果我不在你身边呢 这么些年 我走到哪儿 不都是带着夫人吗 可是 何从分开过呀 我都能待得住 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的 离开你呢 胡说 竟说些不吉利的话 我觉得呀 要死 肯定我死在你前头 你又胡说 刚刚说完不说不吉利的话 你又说 好 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睡觉吧 不吉利的话 我来不和你 不吉利的话 我找到你的 地牢 我找到你 不知道 最后的事 又ותenta 你 可知 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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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